大家早安 歡迎收看今節的天氣節目 我是李志豪 受到東北季口風的影響 今天也涼了一點 今早市區約18度 而新界普遍也低一點 而對比昨天同一時間情況下 大部份地區也涼了3度 所以大家出外的時候 就要記得戴定件外套 那就比較穩陣了 而至於受到東北季口風的影響 今天也比較乾燥 今早上的相對濕度大部份地區 都是65%左右 而在天色方面 今早在大範圍的衛星運動就看到 雖然沿岸地區以至南海北部 雲量都比較多 不過細心一點看 這些雲層都比較薄 還有有納粒 我們預計日間的時候 都看到不錯的陽光 所以今天的詳細天氣預測 將為這樣的 是短暫時間有陽光和乾燥 照著是稍涼 最高氣溫上升到22度 風方面是吹和緩的偏北風 離岸風勢是間中清淨 而漸轉吹冬至東北風 提提大家 黃色火災危險警告信號 現證生效 大家就要記得小心提防火種 而至於之後的天氣是怎樣 一起來看看電腦預報圖 預料影響著我們的 這股東北季口風 未來兩三天就會逐漸悶和 氣溫就會稍微回升 所以我們的展望方面 在之後兩三天就會大致多雲 部份時間有陽光 氣溫也稍微回升 今節的天氣節目 我就講到這裡了 祝你一個愉快的一天 再見